而除了是文丹佑外销大陆的议题 今年瑞瑟文丹佑遭受焚风与旱灾 灼果率不佳 产量也减少 今年4月提报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 7月份获得了农业部核准通过 不过农民至今都还没有收到救助 愿看就要进入采收季节 文丹佑农师无奈表示 今天是父亲节 不过每一个产销班的父亲们都快乐不起来 受到气候影响 今年文丹佑着果率不佳 产量减少 在获得农业部核准通过天灾现金救助后 玉璃以及卓西受灾农民救助都已经到手 反观瑞瑞农民至今仍在迟迟的等 今天父亲节产销班长发声表示 父亲节都快乐不起来了 我们今年都不严重了事情 这个农业就去了 请问给征民说什么法 随意报问 遵守 一万别罢了 1000万 这种gin当 灾害有那么难吗 有那么难吗 请请你确定一下 到今天为止 灾害害的 有人管中限制 7月份农业部核准通过花莲南区四乡证文担忧 列天然灾害现今救助区 热水乡公所受理总共有2000多笔 出查阶段已经完成近1000多笔 目前仍在努力改办中 只是若照出查进度来看 不仅农民就连农会也担忧 他有这个灾情确实 这个也是事实 他们该讲也在这里 他已经像这一次的申请 申请了查了四次以上 查了四次以上 我觉得这个我家真的 我是觉得对农民贪不公平 这次问候不是经历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真的 真的就会难换 等乡公所一个月后 会刚满币 你演一个月 等一个月后会刚满币 因为农民贪不公平只好 可以走走 真的没有一个人都可以走 你们要付审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如果我是建议的话 可以加快速的就是 庞大比数以及乡公所人力有限的因素 面对时间的压力 乡公所也尽全力出查 宣言员林玉芬也提出 是否可以分替送件或延展期限 避免影响农民权益 现在这个双方影响到我们的生计 我觉得这部分是农民处跟正义 是一个农民处 农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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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粮署东区分署也已经受理同意乡公所延展期限之外 新政府农业处也建议乡公所就目前1000多笔 已经完成复查的笔数先提报上来先行处理 尽快缩短出查与复查的时间 让受灾农民能早日获得救助 记者是玉兰对视采访报道